接着来第三场 去过重发的码分别有2号和4号 一号码运利多 试过发烧 因为肺部感染 所以在2月份的时候 2月头那时中 停过一下功夫 万里非智那些就停过三几天 在1月中美阶段 311,000直路菜 345狀态fit 一号码运利多 初代鼻孔 初代用环形口不贴 6号也初代环形口不贴 先看运利多 停过功夫 2月时停了半个月 有多的 试过杂 它是有些速度的 放在前面 不过这些肺部感染 现在听起来都得人怕 连话都会有的 那你见到它有一天 其实有些脾气 就在这里开始出脚 有些摆侧的头 它有些转弱的了 不过就在这些试杂 别人不是特别追你 你就带回来 第二那只佳运才 赢了那只 原本未停货的时候 他也做了整三个大集 跑回上至这样 你都说 又周身汗塞又成 又片来片 他都差点得 那现在整货 很定 不急了 是不是 四条三生好运 其实这次马都挺好状态的 而且一个僵口都叫操控得到的 一个新脊弱 上一场就抹了它 不过是1212档 好了 接着看看这只资道再胜 其实都是隔了四个礼拜 又是跳了几货 还要试上那个杂 接着又带上这个杂 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的了 我觉得五号码高过三四 这一货就看那只万里非智 白帽的 第四场是极速奔驰 另外第五场是圣妍 第九场是风流人 风流人是起步慢了 起步慢了 风流人是轻松赢这一组杂 但起步是差不多包尾那只 白色帽那只 你看到马里非智 其实走上来都有一点自乱 有点撒下撒下 我觉得这一棵杂也是一般 旁边的圣妍是轻松 现在第五位那只 是极速奔驰 他也是跟跑而已 其实他状态没问题 我觉得他也挺有状态的 很多时看市集 他现在想挨他转脚 那马不转 他很多时都是这样的 即是他咬死了 不断走 那过终点呢 好像又是余世分析 你就大件事 这些神龙区那些 其实那只马还没定得倒下来 接着就灰马 阳光霸区 他也是一只几大部 翻部有点慢的马 常说状态 我觉得他也是有水准的 他也不是差的 看不出他有1140磅 好了 顺二宝 我想这三两次 我都是这么说的 其实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不断隔七天就跑 11又跑隔六天又跑 这次算是让他休息了 两个星期 所以没得跳了 九号开心好游 其实状态他都保持得稳定的水平 不过就是在四班很辛苦才赢得到那一场 那只马上到三班好像坐在那里 前面那只月标 那究竟怎么好呢 其实这些翻重化 其实这些一路跌绑现在 又跑得迷 要回 那知道在胜这个路程 跑两场都赢 好像在这里是全日的重心 三岁马 他跑两场的人都跟着在前面 唯一放头 但是他埋门那部闸 其实他起步是包尾的 他慢了一点 但是在内南找到一个位置 扑上来 一切都相当好 就算你这场起步不快 我认为他懂得追的 所以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一匹 自省财星 其实上次初出就上名 但是回到来有少少便宜的 那只马没断 有少少软弱 我觉得他都未去得十足状态 不过他真的有速度 有能力的马 另外三星好运 上一次那只赛斯坚要抹了 譬如谷祖那些十二档 因为这马要找遮挡跑 今场是有些机会 近期是有些机会涉到一席的 近期狼虎传那些马 其实都交了几个成绩 这个马放近的 即是叫做一个现方的马房 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单纯的 这场马 正在用时我觉得 这场马不是很够火的 就算今次除了二套 这样再去拍 这场马都是差点火 自省财星上一次 接手的时候 其实跳了七货就拿出来跑 我觉得没有带闸 可能上手你当他做够 但是都要跟上你的程序 这样做的 上一次好像 临到湿了 跑了马又急又行 都OK的 现在你看到他跳是没问题的 但是是没赢过 因为上次这样的走势 你会更加无限放大了这些马 这些要小心 实战给你看过得的 肯定是不知道再胜 还有他那个出门 那里慢了 我喜欢他吃泥 吃kickback没问题 他现在最好 我觉得他进步的地方在这里很大 三星好运就 一千我就怕他不够快了 那跟着人家跑 看看会不会再好一些 因为有难这些马会比较好一些 第三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 这些马今季成绩相当好 已经是香港的大族之一 今季有金鼓齐名 绿色时代 龙钻辉煌 天天精彩等 7匹的紫字赢过马 这天马来了香港这几季都看到 比较早熟跑短途比较好 只要运利多的母系 Rory Jester的女儿 曾在澳洲赢过一场一千米的短途赛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就短途马比较多 因为这个母系家族的马 有前澳洲马后的鱼子精华 和他的弟弟程心二重 都是这个母系家族的成员 所以看完父母两线 为什么运利多 看来是早熟的短途马 运利多来香港之前 在澳洲与纽西兰两地 合共上阵八次赢过两场头马 两次赢马都是右转赛道的赛事 一场是一千米 一场是千一米的赛事 直路赛他还没跑过 韦达马皇的初出马 上季一出即胜马有三匹 他们分别是超能力 辉煌心和量化宽腾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有一匹初出即胜马 那匹就是当家精神 运利多去年7月18日 在澳洲悉尼的 烂域马场的内圈赛道 肯辛顿-Kensington 赛道 赢过一场千日米赛事 这场赛事是一场指标评分74分的洋赛 是运利多在当地第八次上阵 第二次赢马 镜头看到前面带头那匹就是运利多 当时才是国立基 很硬的马 帝名那匹高多分马之后 很厉害 在当地跑四场赢过三场 这场赛事的水准看来挺高的 曼里菲自个肺Office Bearer 终于职守 这匹终于职守是挺新的总马 我们曾经在月亮直播赛事里见过他 在2014年的麦尼本杯赛马日 他曾经参加过表列赛的 MSS保安短途让赛 当时他跑第二名 不过说这匹终于职守 他赢马赢过五次 赢马途程都不错 介乎1100米赢到1600米 不过最高竞赛成就 他也是赢过表列赛的 至于曼里菲自个母系 他也是短途马 赢过五场赛事 全部都是1000米的短途赛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也是短途马居多 所以看父母两线 这群曼里菲自看血统 应该是短途马 曼里菲自来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新南威斯州 上过阵四次 赢了两场头马 两次赢马 一次是900米 一次是1000米 两场都是短途赛 赢了马也是跑右转赛道的赛事 直路赛他还没跑过 苏伟延马王的初出马 上季一足即义马就没有了 但初出上名的马有三匹 他们就是扎星之光 和气生财和十二马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初出上名的马 有了 就是藤飞塔 而且初出上名的马 也有一匹 合火红芯 曼里菲自去年7月21日 在澳洲新南威斯省的 瘟尔 歪昂马场 赢过一场1000米的赛事 这场赛事当地第四次上阵 第二次赢马 是一场二班马的让榜赛 镜头在前面 带到脱了曼里菲自 有前速之余 后劲也很强 带来对手 帝鸣的马 即是当地赢到一场头马 我讨论了